正如楚隋良本人所处的初唐时期一样 任何一个值得后人无数次回望和赞美的盛世 其天空之中必定是繁星闪耀 那些来自各个领域不同阶层的顶尖人物 用他们的智慧 勇气 学识 照耀着文明前进的方向 在汉初 这些人物包括了魏清 获取病 也包括董仲书 司马迁 司马向儒 东方硕 李延年 桑红阳 张迁 苏武等等 单故在汉书卷58 公孙宏 卜氏 倪宽传中 记载了汉武帝时期的三位大臣 《公孙宏 卜氏和倪宽的事迹》 又在其后补充的赞文中 对汉初六十年所涌现的杰出人才 以及他们所做出的贡献做了总结 安顾这篇赞文开篇 即发出了汉武帝爱惜人才的感慨 《公孙宏 卜氏 倪宽 倪宽 倪宽之意 困于燕绝》 远寄阳史之间 非欲其时 焉能至此未乎 台北故宫所藏的这卷唐楚隋梁书倪宽传赞 便是对班固这篇赞文的抄录 围绕这篇法帖有几个误解 其一是因为书中所写的儿子 同我们所熟悉的简化汉字中的儿子 在姓氏名词中应读为尼 因此也被一些资料误传为儿宽传 其二是本卷虽传为楚隋梁所书的末迹 其中对唐太宗李世民之名字 以及唐高宗李志的质字皆不避讳 有人据此判断该卷为后人所临写 而实际上有学者考证称 唐人书法中为避讳而缺笔的案例 最早建于唐高宗前锋元年 即公元666年 而此时楚隋梁早因为得罪了唐高宗和武则天 被贬折至爱州 也就是今天越南清化一带 楚隋梁大约在此前八年 就在贬锁词诗 因此这卷《尼宽赞》可能为楚隋梁晚年末计 这篇楷书五十行共三百四十字 可以看作其书封成熟的代表作 也能够代表唐代楷书所能达到的成就 楚隋梁的这篇赞文 四吉而鱼 四柔而刚 给人以鄙视翩翩神爽超迈的感觉 后人称楚书自立今生 行间欲润 法则温雅 美丽多方 从这篇《传世墨迹》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隋唐时期因为政治统一 南北各地的书封汇流 笔法也发展完备 楚隋梁的书法继承了王羲之的神韵 也融合了于世南和欧阳荀 两者不同的差异 同时兼收并续汉吏未卑的笔法 创立了极去众家之长的处体 可以说正是从楚隋梁开始 真正变古至今 开启了唐凯的门户